如果谢娜当时能挺身而出 李小冉或许就不会有东躲西藏 不堪回首的那几年了 当年谢娜还是极其无名的新人 整日靠眼丫鬟小罗罗的角色度日 交完房子的租金 连窗帘都没钱买 那段时间 这是李小冉收留了谢娜 把她带回了家 而李小冉对谢娜有多好呢 谢娜脱下来的脏衣服 李小冉会帮她收拾分类 睡觉前会在谢娜床头 放上一杯热牛奶 还会泡好玫瑰花茶 用李小冉的话来说 她就像谢娜的贤妻一样 为她打理好各种家务 不过直到一个男人的闯入 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2005年李小冉在拍摄巴黎童话时 遇见了有内地笑话强之称的孙东海 孙东海对李小冉一见钟情 并展开了猛烈追求 送房送豪车 娱乐圈资源更是不在话下 面对这样的穷追猛打 李小冉同意了她的追求 可没过多久 孙东海就本性暴露 她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李小冉与朋友父母的短信电话 都要一一过目 甚至脾气一上来 就会对着李小冉一顿骂 你跟所有朋友发的信息 全都拿了 就是这种事情 我觉得特别恐怖 包括我父母的电话 我经纪人的 全都被别人查了 不仅如此 孙东海还会指着李小冉父母 骂老东西 李小冉忍无可忍 提出了分手 可没想到 孙东海直接把剪刀 抵在她的脸上 还用硫酸和沾上艾滋病毒的针头 来威胁李小冉不许分手 为了躲避孙东海 李小冉接了很多外地的工作 同时怕连累到朋友 她主动和所有好友断绝联系 频繁更换住处和手机号 也就是这个时候 谢娜与李小冉两人逐渐疏远 而那时的谢娜 已经成了马兰波一姐 直到2010年 李小冉出现在法治节目中 原来孙东海为了报复李小冉 故意找人 把李小冉的男友淹泊 砍成重伤 李小冉在节目中声泪俱下的 请求警方将凶手缉拿归案 还讲述了自己 被孙东海威胁的经历 这时众人才知道 李小冉那四年都经历了什么 而作为李小冉曾经最好的朋友 有人询问谢娜 为什么没有陪在好友李小冉身边时 她称联系不上对方 虽说是李小冉主动断练联系 可如果真的想要找到她 真的会毫无联系 找不到对方吗 曾有传闻称 李小冉之所以会和孙东海交往 是因为谢娜看中了孙东海的人脉和地位 于是她每天都在李小冉面前夸孙东海 蹿跎两人在一起 还向孙东海透露李小冉的个人形成 而谢娜也如愿的拿到了一些资源 但这个版本可信度很低 因为在谢娜结婚时 李小冉还放下手头的一切赶了过去 可如今那两人几乎也没了联系 感情生变的原因 或许只有当事人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